对所以我一直觉得唱歌就是要让人家有感动 让你唱的歌就没有意义了 那说实在的你就做电子音乐就好了 跳跳舞摇摇头没有感觉 对不对 对可是我觉得一首好的歌一定要是要感动到人 对所以我很坚持 然后这次收歌也是 我觉得十首歌每一首都是要让我觉得非常有感觉的 而且我会到网路上上那个YouTube网站 你会用网路 我又不是欧巴桑我当然会用网路 因为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这位阿伯啊 你手机都不会用了 没有啦我就说那不是不会用 是我觉得外面奔波已经够忙了 还要再花时间去看手机 那点已经很累了 晚上回家上网就好了 好好这讲到网路 对那网路上我就会收歌 比如说我要唱一首什么之前的满场飞啊 就是20年代的歌曲 比如说我唱满场飞 我就会把这首歌打上去 然后他就会帮我搜寻嘛对不对 然后就会看到有很多就是哪些前辈唱过这首歌 然后早期的原唱人是谁 20年代的张凡 然后一直到560年代780年代 凤飞飞也唱过 然后还有我记得还有谁很多人唱过满场飞这首歌 所以我就在想啊 那如果像这样子的歌曲我要怎么拿来重新翻唱成 就功课了 对就跟人家不一样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你编曲你要自己要找好的素材 找编曲老师要一不断的沟通 然后配唱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自己的Vocal 怎么样去控制这首歌 你要把它唱成几岁 对因为我真的不希望人家觉得 因为是老歌就一定要唱成老歌的样子 我反而觉得这张专辑呈现出来的是要给人家年轻的感觉 我希望很多没有听过的年轻朋友可以来听听看 希望他把它完全当作一个新歌在听 对而且这首歌曲本身它就是有生命的歌曲了 对 因为它是有故事的 对 所以我们就要来欣赏专辑当中的歌曲 你还特别帮我们推荐一首歌曲好不好 好啊那当然要推荐我自己做此作曲的 西湖畔 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带走我的梦